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 童文城我是童文勋 讲到这个我觉得 想一想资料就很多 再把它理顺一点 就说简单的讲 整个台湾的生技业的这个发展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呢 要上推到大概 1970年代李国鼎的时候 1980年代 其实台湾的科技部 整个科技政委 到今天为止都掌握 非常庞大的资源跟资金 所以包括什么科技部 人文司这种位置 其实掌握的资源非常的庞大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 之前的这个台大经济系 曾经有一任的这个系主任 不是在去年的蔡英文的论文门的作文比赛里面 有跳出来写了一篇作文 那就被派去了这个人文司当司长 他掌握的预算 几十亿的这样一个预算 那曾经在1980年代那时候担任科技政委的人是谁呢 李国鼎 李国鼎在规划生技政策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什么用什么雪红素啊什么的就可以发大财啊 变成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公司 那个有一个案子还甚至是台湾人参与的台湾人发明的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基础呢当时在1980年 你现在看离现在多少年了 40年前就已经打算开始发展生技公司了 但是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吗 只是因为有一个单一的台湾人 我们可能在医界确实有很多医生 结束的人才进了这个LAB在实验室里面 那曾经有过新创 可是事实上这个是非常庞大的投资国际的药厂对不对 那它的成功率只有2% 所以在资源不足资金不够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都把脑筋动到了国家的预算里面嘛 那对于政府来说 如果扶植这样的产业 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可以有一个发展的话 当然都是正面的 所以这故事很容易形成 而且更容易一拍即合 所以如果我们在包括中研院 把中研院这个力量也拉进来的话 事情看起来就比较更容易成功了嘛 所以中研院其实也被诟病 长期以来被诟病就是说 你就是一个利用国家的资源 然后去建构未来发大财的一条捷径 可是你说你没有中研院 中研院的目的 包括我们的工研院也是这样子 就是技术移转 然后成立公司 这个事实上这个奋计 就特别应该要拿你也清楚 有没有利害关系 有没有不振利益 是不是应该要揭露 是不是应该要回避 这个都是非常基本的概念 我们当然乐见台湾的生技的产业 能够一路扶摇直上 可是过程应该要公开透明 尤其你用到了国家的资源的话 所以我们在看宇昌跟浩鼎的时候 你就会很好奇了 那也好像不怎么意外 就是为什么这个交集是这么高度的交集 从成立扁执政时期 这个事情其实早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你看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所以曾经有很多的案子 事实上是律伪 律伪踢爆的 包括浩鼎案 当时也有律伪出来踢爆 就是一开始根本就是 这个蓝营的 包括比如说像高玉仁 朱立伦的岳父 是在2002年的时候 浩鼎成立的时候 先是国民党这一群人进来的 但2002年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是民党执政了 那你的预算从哪里来 为什么国家要投资 在改朝换代之后 有一个人也坐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国客会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个人是谁呢 朱靖一 朱靖一就是后来的WTO大使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谈到朱靖一 而且跟浩鼎案被踢爆的这个时间 非常的接近 然后朱靖一就去WTO当大使 我们会把这个流程整个告诉大家 蔡英文怎么样用官 他怎么样分封官位 甚至用官位来安顿一些人 其实都是有脉络可循的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脉络的时候 就发现说 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只要你愿意知道真相 只要你愿意追真相 真相有一天就会出现 我们为历史留下出稿 其实今天已经很多人已经模糊了 忘记了宇山案当时发生什么事 也忘记了 其实没有多久之前的浩鼎案 发生什么事 当时怎么样网军带风向 出来帮忙喊冤 说汪曲慧是我们下一个 可以得到诺贝尔的可能的得主 结果为了这个案子被毁了 那你有没有看到他怎么样得了不正的利益 不应该透明公开 不应该回避吗 你都没看到 所以只有奴才才会养出独裁的政权 全面执政 全面腐败 关键在于 我觉得还是要反攻而成 为什么要反身而成 你去看看自己的问题 是因为 人只有反省自己的时候 我们才会赚到 如果我们整天都检讨别人 别人进步了 那我们自己并没有赚到 我们还在原地踏步 我们唯有检讨自己 我上次为什么会被骗 人家骗你一次是他的错 他是个骗子 骗你两次是你自己的错 骗你三次呢 还是自己的错 好 并不是两边的错 所以我们只有反省自己 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骗 那我们看 整个于昌更浩顶的交集人物是什么呢 当然不能忘记 核心的交集人物就是交集在蔡英文身上 政治权力交集在蔡英文身上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绕着他打转 我相信弊案不止这一件 既然这两 这批同班 同样的同班人马 会在浩顶跟宇昌重复出现 我相信在别的投资案里面 他们可能也有交集 别的案子上面 生机案子上面应该也有交集 好 除了交集在蔡英文身上 交集在茵阳身上 而且时间就在2007年2008年 LSE这笔预算什么时候出现 然后也有何美月 也有陈建仁 也有翁启慧 也有蔡英阳蔡英文的大哥 头母的哥哥 那所以 我们知道了宇昌跟浩顶的真相了吗 没有 浩顶当时我认为检调是用非常重的刑罚 贪污治罪条例去起诉了一个广义公务员 翁启慧 那个不会成的啦 那个构成要件怎么会成呢 果然到最后不起诉了 判决无罪嘛 那翁启慧呢 我们现在为什么又会去想到翁启慧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他不放弃 他被监察院调查 被工程会惩戒 他不放弃 他就举出所谓的新市政啊 说股票是他女儿买的 股票是他女儿的股票 所以呢 他没有隐匿不实 没有不实揭露的问题 继续抗告 再次再审再次被驳回 所以我们又回想起啊 翁启慧这件事情还在打呀 他还不放弃 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名誉啊 完完整整的巩固起来 我们看到翁启慧的反省了吗 至少说大家踢爆的这个张仲杰啦 这个苏家全苏正清啊 的这个弊案啊 在张仲杰第一个 这个肥猫案 对不对 他是屏东的一个大人科技艺业 可以去做到这个唐龙铁的总经理 然后年薪超过400万 被踢爆之后摸摸鼻子下台 然后他说自己确实有这个回避 可能没有处理好的这个问题 但是绝对没有弊案 他自己还会反省哦 第一个摸鼻子下台嘛 第二个他确实有回避不当的这个问题 处理不当的问题 但坚称自己没有弊案 那是行则的问题 他只有伦理的问题没有行则的问题 那我们在翁启会身上有看到这样的特质吗 如果这样对比的话 其实翁启会不管他学历如何 他是比不上张仲杰的 有点张飞打岳飞 乱比一通了 没有关系 我看人的那个素质就看这个 你能不能反省自己 能不能进步 就知道 即使坐牢没有关系 牢底坐穿 把应该要尽的责任尽了 出来又是一条好汉 不然怎么会有更生人呢 负自己应该要负的责任 不要带到下辈子去 这是好事 一个国家公益能够高举 也是因为所有人能够诚实 面对自己的错 没有人不犯错 就像现在 这个出来道歉的 因为这些网军案 出来道歉的 竟然只有这个博恩 其他真正应该要道歉的人 到哪去 我们下一段进来 三个人 马上 中国人 到哪去 他很穿越 我们先让他 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更好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蔡義文啊 蔡義文这个大哥啊 同母同父的大哥 别防的我们不谈 角色非常的多 蔡英洋除了是医师 她是2008年的时候 仍然是台北荣总的 过敏免疫风湿科的主治医师 那可是当时呢 她同时在塞席尔 设立了一个叫做Copy Limited 她那董事 这个应该是违法兼职吧 倒不可以进来这个董事的席位 清清楚楚的2008年1月3号 有这样的一个交集 这时间跟宇昌 这时间跟浩鼎是有重叠的 然后她同时还是帮家族呢 这一房去持有成立公司 去持有这一些生计公司的大股东 占股5%以上 在这种资本额非常庞大的公司 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其实很大的一笔资金呢 不自财团出的就是国家政府投资的 所以可以占到5%的这种大股东啊 你就知道她影响力有多大 一直都是整个浩鼎的前五名的股东 然后我们发现 翁启会出来特别澄清 说她不认识这个资股5%的 浩鼎的大股东在营阳 这个故事也编很大 包括她当时说 为什么她女儿会来投资浩鼎呢 投资啊 钱从哪里来 影响人后来也出来讲话了嘛 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溃赠呢 理由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看浩鼎案跟宇昌案 我认为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只是有些人对于司法的影响力 超乎我们的想象 政治呢 政府的手呢 有没有介入这样的案子里面 以我的经验 那个 那只看不见的手啊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政府 过去当然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有这样的名言嘛 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那现在呢 法院还是国民党开的吗 不 这句话是不精准的 真正精准是 法院是执政党开的 谁执政 谁全面执政 那法院的控制力 就会在这些人手上 他们想要影响 不见得所有法官 检察官都会愿意接受影响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他不接受影响 那他也就要跟 比如说检察长啊 主任检察官啊 庭长啊 院长啊 法务部长啊 应该都会绝缘 以我们现在的政治的这种氛围 双重标准没有是非 的这样的政治氛围 我们很难想象会有总统呢 去提名一个 当然法务部部长根本他没有任何权利可以插手的 可是现在本来就党政不分 党主席兼任 总统兼任党主席 又在全面执政的情况之下 可以控制立法院 那行政院长所有的人事派令被插手也是刚刚好而已 所以法务部部长 主任检察官 检察总长这种位置绝对是控制在手上的 有人会帮他盘算 什么位置应该要放什么样的人 想要求官人自己也要得求表现 想要当大法官的就得学会唾面之干 这就是现在整个民主法治斗退路 非常让人家觉得可悲伤心的问题 就是你努力了这么久 你跟着民主前辈 自己也期待 就是说我们在自己的赶快经历 这个国家社会应该越来越进步 没有想到现在是一团烂泥 臭不可闻 但他有没有烂到像国民党那么烂 差那样一点点 所以还没有全面反弹 但我们估计全面反扑 大家走上街头那一天恐怕不远了 从陪审制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端倪了 已经打破了民党执政 没有NGO 没有学运 没有教授团体出来抗议 已经开始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禁忌了 为什么一堆人就是迷信在民进党呢 国民党不争气 其他党不争气 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民党还可以吃一点点过去从党外时期一直以来的这些老本 两害相权取其亲的时候 还是有一堆人 这个不假思索的就会选择民进党 但我觉得这个日子 这个老本吃到最后总有一天会没有的 那台湾应该要走向另外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事迹呢 就是不分蓝绿 我们所有人都要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 你们所拥戴的 蔡英文 他的家族跟蒋家政权有什么不一样 跟连战家族有什么不一样 就这样比 这样比过之后 你们还觉得说可以不顾是非把眼睛蒙着把票投下去 那就是我们的民主法治的水准 是断送在自己的手上不要怨别人 所以为什么要看这些问题 不是我们很好去接这些私人的昌巴 不放这种已经过去式的这个宇昌案跟浩鼎案 好像我们很好式 不是 这事情真没过去 已经浮上台面的被媒体讨论的 好像已经是全部连骨头都扒光了 看得清楚的东西 其实还源源只是冰山的一角 然后原来我们才会恍然大悟 过去民进党在指控国民党贪污舞弊 贪赃王法 吃喝拉撒全部在国家 寄生在国家 寄生在人民身上的时候 他们心里是羡慕的 等到他们抢到政权就轮到他们了 吃相呢更加难看 我们下一段进来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赞助播出 有没有一种产品能够彻底进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攜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净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年轻妈妈的最大困扰 并不是剪不完的玩具和四处散落的衣物 而是如何不让隐藏在各处的细菌 危害家人的健康 此时就该我上场了 我拥有不怕潮湿的专利发热技术 能维持60度C以上有效杀菌温度 而且少量衣物不需要大费周章的使用轰衣机 还能环保 节能 爱地球 手机扫描QR Code 大家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宇昌案 很多人说宇昌案已经结案了 但蔡英文能够逃过宇昌案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历史顺一下 蔡英文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他参与了什么事情 他参与那时候的金建会主委是谁 何美月 当时的科技国科会的主委是谁 陈建仁 他的副总统 何美月是他的财经主要的幕僚 所谓的四人帮之一 对不对 那合作起来怎么样呢 像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推荐说 应该要有一个方案 由国家的发展基金 国发基金 对于这样的生计产业进行投资 资助他建立创立 然后这个方案是由翁启会执行 代表行政院执行去跟美商公司来谈判 然后执行的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的中研院 完全就是盘踞在整个国家机器上面 对不对 中研院研发有研究员 资金从国发基金来 就这原班人嘛 这些人 好 可是为什么后来蔡英文 担任了宇昌的总董事长 也拥有股权 然后他当他去当了 2008年拿下民党党主席的位置的时候 卸下了宇昌的 不得人的位置 这没有旋转门条款的问题吗 这没有徒利自己的问题吗 为什么逃得过 因为我们的旋转门条款 定得非常的严 怎么样严呢 必须要是旋转门的问题 必须要是直接监督的事务 不是那种这个实质影响力 必须要是直接监督的这个业务 而直接监督国发基金 进行什么样的投资 上级机关是谁呢 经济部 那蔡英文并不是经济部部长 她是行政院副院长 因此没有直接监督行为 所以就没有旋转门条款 她去宇昌没有任何问题 就这样子案子结束了 并不是说她没有私相授受 或者会有不正利益 或者会有这个 你想想看 有点像是说我在检察官的时候 担任检察官的时候 然后我去起诉了一个人 结果退下来当律师 我又去代理那个案子 你不需要回避吗 我觉得比较有 这叫做真的是 对于自己的道德良知 有高度掌握的人 绝对不会去坐在那个位置上 你尤其是律师出身 你会对这种东西特别敏感 原来我在行政院团队 我有参与过这个过程 而且我坐的位置很高 然后一下来 马上就去这样的一个 私人公司 你当时有参与过 支持她 用国发基金来支持她 自己投资之外 哥哥也投资 家人也投资 自己有股权之外 自己还担任董事长 然后利用的还是 中研院的研发的能力 这没有任何问题吗 你至少应该要回避吧 多回避几年嘛 理由是说 为什么去坐在那个位置 利用她的声望 可以比较容易募资 然后利用她 在律师的过程中 什么谈判高手 现在我们都知道 没有这回事 利用这个所谓的谈判高手 去谈出更好的 更好的条件 结果 这个不到一年 觉得外界的观感不佳 所以就 有更好的舞台可以去嘛 拿到了整个 民进党的党机器啊 就是拿到了总统的选票的入场券嘛 更好的局可以玩了 玩更大的预算 玩更大的机器 可是有没有放弃这个利益 不知道 羽昌到最后改名叫中裕 也上市上柜了 蔡家的股权 有没有完全离开羽昌 完全被营养粮承接了 是真的买还是只是记名 不知道 有很多的安排 可能要到很多年之后 我们才会知道 那所以 其实在台大的把管案的过程中 有一个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人 就是营养粮 从来没有被提到 文化大学的经营权的争夺战 也有营养粮 很少被提到 他其实无所不在 那他的角色在宇昌案 还不够 又来一个浩鼎案 一样有营养粮角色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谈一谈 蔡英文逃过宇昌案 只是因为旋转门条款 台湾的旋转门条款 定的是什么 是直接影响力 是直接监督的 而不是间接的 即使他在行政院副院长那个位置 已经说服了苏贞昌 他可能可以直接身手进来 有直接的影响力 但是法条规定 是直接监督 是他在业务监督的范围才算 才有旋转门的条款的要求 所以他逃过宇昌案 单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不是整个做法上面 有没有职业伦理的问题 有没有瑕疵的问题 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那么看完这个问题 讲这个整个时辰 耗鼎案当时被踢爆 是在2015年的12月 由一周刊踢爆的 然后一路到了2月 到了3月 那时候选举已经结束了 当时没有人知道 蔡英文跟耗鼎案有什么关系 他还耗疹以下 在耗鼎2月22号 解盲他的那个 就是乳癌的这个药品 解盲没过 第二天2月23号 蔡英文还特别去 南港科技园区 生物科技园区 生技园区 去看了这几个公司 那其中一个就是耗鼎 走出来之后 媒体还特别 导播会进来这些资料 媒体还特别下了这样的标题 就是说耗鼎的这个困难的地方 他知道 所以呢 他有五大的投资的要项 他上台之后 520之后 五大投资要项 其中一个就是生技产业 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揭露 蔡英阳是耗鼎的中小股东 前五大股东之一 没有揭露 所以问题不在你说 后来他的 这些家人都要把这些 这个股权给信托 不在这个 信托又怎么样呢 你以国家的力量 掌握国家的机器 就很像你在开一个公司 这个国家的公司是你开的 有一些席位席次 有一些投资 跟你私人有关 你要不要回避 这当然要回避要透明化 可是在2月23号的时候 有没有讲没有讲 没有讲 你就已经宣示了 所以你的几个投资的重点是这几个重点 而你们家主要的投资的项目在生技的这个领域 是你要特别照顾的领域 这没有问题吗 然后到了2、3月 就有一个人叫做朱静一 朱静一就是后来蔡英文也是让绿营的人跌破眼镜的一个原因 WTO大使为什么派一个蓝银蓝通通的这个朱静一呢 去坐在WTO大使的位置 只是单纯因为朱静一跟林全是哥们哥良好的关系 只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到了现在因为有新的大使的任命嘛 可是其实WTO大使已经悬缺了很久 因为朱静一呢 坐到后来他就自己跑回来了 不干了 挂罐球去不干了 那朱静一在4月30号 就是在两个多月前 他在封传媒有这样的一篇文章 标题非常的漂亮 他题目是外交官的涵养与应变 然后他出了一本书 就讲他在WTO的这几年 他的心得 我们就把这个奇文给大家看 为什么说这奇文呢 原来蔡英文为什么会用这个老男男 不只是林全的因素 也不只是绿营百思不得其解的因素 原来他犯的错跟蔡英文是一模一样的 他对GATT 对WTO的不了解以及错误 跟蔡英文竟然会一模一样 而且是在2020年4月30号 他都已经卸任了WTO大使的位置 就是说已经做完了呢 做完了仍然犯错 也就是说从头到尾就是磨磨扎扎 还有一些内容非常的好笑 所以我们今天后面两段呢 我们就来讲 我们到底WTO大使还要继续荒腔走版几年 这个对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的贸易的舞台 为什么总是所托非人呢 这后面这几届 照我来看 只有在陈月扁总统任命的第一任大使 是正确的任命 之后简直是匪夷所思 好 我们下一段进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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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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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其实从第一段进来 我就认为蛮有蹊跷的 他说2016年年初民营党再度取得政权之后 内定的行政院院长林全前后找过我两三次 希望我接WTO大使 结果第一次当面邀约 我说回去考虑大约一个礼拜之后 用简讯回复林全说拒绝 又过了一个多月 也就是说一月又过了一个多月 快要三月了 他再打电话来说大使你批名单要放上去 他还是觉得说我最适合 所以要他考虑 就他还是婉拒 第二次又过了十几天 都已经快520了 开车的时候又接到林院长的电话 他说大使名单跟高层讨论过了 认为呢还是希望是这个朱敬毅来做 所以这是第三次询问了 所以后来呢他就同意了 这是非常时期情况之下的一个承诺 他说顺便一提 除了这个位置之外 蔡英文的执政团队没有再offer他其他的位置了 但是有一些媒体或是媒体人喜欢做文比赛 然后这个是一个外交官可以用的字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这样写 请导播进来把他放大 他说我对于毁人不倦的闲经病 讲他神经病 讲这些媒体人是神经病 一向懒得理会 你看他是多么自负的一个人 光是看他这一句就知道了 所以时间刚好是什么呢 浩鼎案 有这样的传闻 到底浩鼎案的资料是谁丢包出去的 能够丢包浩鼎案的人呢 第一个一定要对国科会啦 对于中研院呢 非常的娴熟 恰恰好朱敬毅 他一路的位置就是这样的位置 对中研院的娴熟 是中研院的研究员 对不对 也担任过科技部 这个国科会 国发这些工作 他都做过 蓝营的官 如果浩鼎案真的跟朱敬毅有关的话 这件事情就非常有趣了 好 我们不管是不是跟他有关 时间确实相符 就是衔接在这个时候 然后呢 他就去WTO了 讲到外交官的涵养 你看他这篇文章 他就定义说 他必须要是用涵养这四个字 要有知识 要有丰富的背景 你要会喝红酒 你要会跟这一些在WTO的各国的大使交际往来 你什么都得懂一点 对不对 然后他就讲说 他一路以来 他就是看书 他看了哪些书呢 牧羊人读书笔记 他去WTO就读这些书 这些书单里面 很离奇 我们待会把这个书单读一读 但是我们这一段呢 先讲什么 他犯的错 跟蔡英文相同 怎么错呢 我们请老婆自表进来 他怎么说 他说 WTO这个多边场域的运作规则 包括一般关税贸易协定 GATD 包括一般服务贸易协定 包括补贴于反制措施协定 其实呢 他这个所有的问题 跟蔡英文一样 他把General翻译成一般 所以他的英文呢 恐怕也是一般般 更离谱的是 其实WTO大使 要知道我们自己也有中文的WTO网站 在国贸局 把所有的法令 法规法条 都有标准的翻译的方法 朱敬一已经卸任了大使 他仍然对这些东西 就是你爱怎么翻就怎么翻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种学职 是这种学职 这还是我们中研院的研究员 朱敬一 犯的措施跟蔡英文一样 蔡英文翻译GATD是不是也曾经翻译成一般关税贸易协定 1983年 投稿在 政大的法学评论的27期28期 后来在1990年 跟现在的这个新任大使罗昌发 在1990年的时候 事实上就跟他一起写了一些政府的研究案 那罗昌发呢 是蔡英文带进政府的顾问圈的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他是被蔡英文带进去政府的顾问圈的 那养了这么久 把罗昌发派去WTO 可是1990年的时候 蔡英文跟罗昌发写的那些东西呢 其实也一样有这些相同的毛病跟问题 怎么我们在WTO跟GATD的领域都出现这样的人 看看朱敬一他犯什么错 在这个表格里面有正确的议法 这是标准的议法 关税暨贸易总协定 这么难记吗 为什么是一般呢 那荣总就应该要变成荣一般嘛 荣民一般医院啊 服务贸易总协定也一样 怎么会变成是一般服务贸易协定呢 再来Counterveiling 我们对于这个Counterveiling 有一个标准的议法 是平衡措施平衡税 所以这个Agreement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eiling measures 应该要被翻成补贴及平衡措施协定 网路上就在GATT 网路上的TRIP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汇编 你去找朱信义的资料 就可以发现说 怎么会这么离奇呢 最离奇的是他在这个 蜂传媒的这篇文章里面 他说这些Agreement都是怎么样呢 当初有一个叫做马拉凯许协定 1994年 这些协定呢 就是依据马拉凯许协定建立的框架内容 建构的WTO的游戏规则 那我眨眨眼睛我再想一想 不对啊 这个GATT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是在1947年就已经 第一个 这个条文就已经出来了 后面有一些修补而已 怎么会是1994年才形成的呢 而且 这个所谓的马拉克什这个协定 事实上是为了 我们讲过很多次 后来因为GATT要成立变成WTO 所以马拉克什是设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他不是建立了整个GATT的框架 不是 他只是要把它变成 本来就是已经是一个办官 就是组织已经成立了 然后变成是一个正式组织的一个单位 所以才会有大使派驻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个马拉克什设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议议议书啊 因为台湾是会员国之一嘛 虽然我们被蔡英文害得到最后是用什么 台澎金马关税领域 去主权化的方式来加入 但是我们是member之一 没有错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内国法 在民国106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总统令公布了 公布这个议议书变成我们内国法 这是一个外交协定 明明白白叫做马拉克什 结果朱金医就可以把它翻成马拉克什协定 我知道我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亲爱的观众有很多是学者 有很多是博士 翻译可以这样翻吗 所以你爱怎么翻就怎么翻 这个也给我一个非常大的警惕 就是当我们这个总统青春故事馆 要翻成英文的时候呢 翻成日文的时候呢 我们要对这个专有名词呢 要再三的谨慎 包括人名地名 要再三的谨慎 必须要做double check OK我们下一段进来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赞助播出 有没有一种产品能够彻底进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携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净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妈妈在还没认识我之前 一直无法摆脱 抹布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异味 直到它把我带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设计 不用施工 只要轻松地将我挂在它 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它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恼人的异味了 姐带的不是口罩 因为帮富姐的是高科技远红外线专利机能部 姐带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售价999元 请拨打客服专线 会用手机扫描QR Code 了解更详细的产品资讯哦 好消息 Apollo Fiber夏季大特卖开始咯 全面商品三折起 即日起至9月地址 请扫描QR Code 进入特卖区或来点02-8791-9010 由专人为您服务 抵抗自由机提升免疫力 快喝抗氧化营养素 应加果油 高山咖啡 纯净天然 无农药化肥产地孕育 内含两瓶应加果油 加美妙山综合咖啡组 特价只要3210元 大家好 我们回到现场 所以最后这一段 我们还是继续来讲 这个蔡英文的官 每一个都有他的精彩的地方 那朱敬一这篇专文 也让我们看到 拜读到就是说 他非常精彩的 他今天去 这个WTO这几年 花了政府多少公堂 然后写了这篇文章做总结 写了这本书做总结 他说外教官的涵养跟应变 讲得非常的高 然后这本这个牧羊人的书单 包括哪些书单 洋洋洒洒的 我读一部分给大家听 几乎都跟GATT没有关系 跟WTO没有关系 跟台湾要怎么样把对外的贸易做好 他显然连法条的条文都没看清楚 名字都没有认清楚 功能也不可能认清楚吧 你连那个法条的书皮的名字都认不清楚 你会对于法条的内容很清楚吗 这我是不相信的 连翻译都翻译错误 很多东西你只要讲英文 是英文的原文 我会自己脑补成原来原文的意思 可是当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你不懂那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他的书单 这个书单我觉得比较离奇的是 他还包含了50几本的红酒漫画 我们花钱请他去WTO在日内瓦 他在读红酒漫画 我还不知道这些书是用公堂买的 还是他自己私人掏腰包 回来问题 他总共花了这几年的时间 读了包山包海 有中英文的书 大鸿沟 这个书我们看过那个书皮 扭转全球危机 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欧洲的心脏 棉花帝国 拯救资本主义 大查账 还有蒋亭拔 与蒋介石 数位革命 凯因斯对战海耶克 从汉城到燕金 雪类渔场 人类大命运 意外的国度 普丁的国家 中共攻台大解密 西式增量 最后一次相遇 基本收入 中国亚洲梦 金钱密切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 我们的人民宪法根基 黄祸 天才疯子与大字典家 这真是读不下去 谁赚走你的咖啡钱 我觉得这些书单 看起来就是一些翻译的这种big words 有一些书我也有 比如说我也介绍给大家 他也看了 语音时回忆录 他特别讲到语音时回忆录 出卖中国 世界是这样思考的 滚出中国 世界不平等报告 英文的部分很少 那个有英文 The Billy L Who wasn't 然后 The Space of a Life 然后最后他说 他加上了 五十余册的红酒漫画 我们请导播给我看 我知道很多人看过这套漫画 我是没有看过了 那如果你不懂红酒 以这个五十几本的红酒 日本红酒漫画当入门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到了WTO当大使了 才开始用这个红酒漫画 来恶补这个红酒的知识 恐怕有问题吧 他说这两百多本书 我不是随便翻翻而已 每一本我都认真看 而且每一本写下 百余字到八千字不等的书评 电传WTO驻团的所有的同仁 然后将书籍捐出放在图书室 公同人借阅 叹气 两百余册的书 大概只有10%用到外交部公务预算 其他都是我自己买的 捐赠给这个助团 不是因为我来自学术界喜欢读书 而是希望建扣一个有专业知识涵养的团队 这样才能够扩大战力 我不知道用什么评语来讲这件事情 来这个大家也可以帮帮忙 在我们这个聊天室 用四个字的成语来评价一下 奇闻共欣赏 如果我说大言不惨 这个会不会是毁谤呢 但是我还是要用大言不惨来送给他 真是大言不惨 这就是外交官的涵养吗 说神经病 有人说蛇经病的话是这个 现在中国的说法 然后他说咸经病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故意咬字不清吗 他既然对这些毁人不倦的咸经病 一向懒得理会 我相信他也是懒得理会我们的节目了 但是我们今天不把它拉出来 好好的把这个是驴是马 好好的走一遍 你不会知道说原来啊 一般关税及贸易协定 不是只有蔡英文才会犯的错 而台湾很不幸的 所谓的GDD的专家一路以来 全部是长这个样子 我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所以只能说什么呢 God bless Taiwan God bless Taiwan 在我们看到蔡英文的任命的官员 然后接下来是谁要去GDD 罗昌发 罗昌发除了英文 他自己说他大学的时候英文只有考十几分 那后来学成归国啊 他所做的这个相关于GDD的相关的这个论述 我也看过 因为那时候在查蔡英文论文的时候 我也看过 结局澳雅非常难阅读 翻译的这个专有名词也有问题 那一路蔡英文就用这样的人 学职可能比他好一点 但差不了多少 就是一般般 然后还训练了一大堆的 收了一大堆的学生 GDD的学生 我只能说 继续再用这个 God bless Taiwan 我们只能请求上帝联名我们 台湾最重要的对外的贸易 关键就在 剩下就是WTO这个舞台 而我们屡次派去的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敌人不在这个对岸 敌人已经在本能室了 我们明天见 那另外就是你还带着蜂蜜回来 这个蜂蜜的价格 我认为也是非常的佛心价 可是蜂蜜现在就是怕说有假的 中国有一些造假的蜂蜜 也是美国有提爆这样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上次是要问这一个 Alex 王会计师 他就说这个东西你是专家 应该要问你才可以 这瓶蜂蜜我们如何从 比如说不去打开它的话 如何从眼睛可以辨识说它的真假 是 这个我对蜂蜜 其实他说我专家 我是有点拍谁 其实我大概有去搜寻 我有两个方向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重点 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说 有没有泡沫 就是久久不散 好这个很明显 这个 这个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 它这个泡沫是久久不散 是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SGS 有一个1305 好像是政府的规范 就是说这糖量 这糖印出来多少 像我们这糖是0 这个也可以参考 那我要讲的是说 只要是不一定是我们这个团体 只要是从落后地区来的 我认为都不会去造假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说我这将近10年在落后地区这样跑 我记得最重要的 就或者是说我50年前我的农村 最重要的是你的容器 你装蜂蜜的容器 你都不用去担心农民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就把那个蜜倒进来 当然我会做牛说 不会去造假 我的员工也不知道怎么造假 但是重点就是说 因为造假的成本 比真蜂蜜的成本还要高 在这地方根本没有工厂 你怎么去造假那个东西 没有必要 那我要讲要跟大家分享说 不一定说是缅甸 可能别的国家 比较落后的国家 一定要用很干净最好的材质 那应该刚好 那个桶子 大家都是那个一大很大的桶 因为我找不到那个桶 我有找到一个缅甸大概也少数的工厂 在做那个好像是PE 这个P什么 我知道确定有问过专家 是最好的实用等级的 也许P什么级 这个我记不起 那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是最重要 我不知道说 有没有机会下次 我们把我们在生产过程中 譬如说我们从养工厂 放到我们的仓库 排整排 我们的桶子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 这个有影片嘛 对不对 应该有 还有蜜蜂 蜜蜂这个都有 好 那我们来进一段影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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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也非常特别 全世界应该没有人会去做 那个咖啡花蜜 同意 同意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不合 不合 因为咖啡花大概 一两个礼拜就开完了 哦 那把它刷了 又刷了 成本算一算 不划算 而且在咖啡花开的时候 夏敏店在开芒果花 嗯 那它去那才会好 再有这一步 那我们 特别在自己的咖啡眼 因为就是说 反正 有很多人就跟我讲说 他要喝咖啡花蜜 所以这个是咖啡花蜜 没有 目前我们都没有咖啡花蜜 现在才正在做而已 所以这个是龙眼蜜 这瓶是龙眼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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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刚刚看的这个影片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咖啡眼 只有在这里养蜂 这个是也顺便讲一下很特殊 叫做咖啡花蜜 你去看应该很少人 有在做咖啡花蜜 没什么技术啦 只是说不划算而已 好 那它咖啡开花之后 它要吃什么 咖啡花完之后 就附近有什么花 它就 那蜜蜂它就自己去想办法 所以蜜蜂是自己养的 并不是它会移巢 我们鱼草要我们自己去移动 就是我们香型养殖 那个影片里面有 那个就是我们的香子 OK 好 是自己种的 自己养的蜂蜜 蜜蜂就对了 我们有投资这些了 嘿 连这个都投资了 是 那所以这个蜜蜂采蜜之后的 这个蜂蜜 我们回来台湾之后 又做了SGS的检验 对 那这个检验报告的重点是什么 我想刚刚有讲到两个 一个就是营养 一个就是说禁药 以前我们在更早期的时候 我们台湾有一 那时候像我父母那一辈 也没有太多的教育 她也不知道说 有一些药是不能用的 那我们有多有去验 因为我们 确定我们没有用之外 我们也让消费者知道说 这边完全没有禁药 再来就是营养成分 主要就是说 刚刚讲的蜜糖完全没有减粗 好 第一个我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 它蜜糖是零减粗的 果糖葡萄糖的这个种和 是看它的成分 营养成分 其实这部分就是 胺基酸葡萄糖这些 可能要有一些医解背景 那同样是 我以前是写半导体 这个我没有问题 我知道说 我这个 没有问题 因为这本来就是 HGS的检验报告 大家可以去判读 那这东西假不了的 而且每一个报告 都还蛮贵的 那他们检验出来的 包括农药 有多少农药 都是卫福部所规定 要检测这些农药 都是卫检出 是不是卫福部规定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是 上面有写 自我管理 对 上面有写 还是 同意是比较厉害 我专门在检查这种东西 是 我倒没注意到 好 所以SGS的 这样我们吃起来会很安心 就是说我刚刚有讲 市面上很多的蜂蜜 贵的也很贵 通常一罐这样子 你会怕说怕胖 所以不想要去接触甜食 可是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而且是天然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代谢的问题 你就很怕它里面加的是果糖 果糖吃下去越吃越胖 不会离开你 这很恐怖 这个甜的理念 我是跟谢崇禹医师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说 当然如果可以不要吃甜 是尽量 但是有时候你吃了 你会很开心 他会接着说你就吃 但是吃的话 你蔗糖跟中里糖 或者跟蜂蜜 我也是介化现火 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你的生糖指数 我不知道这个也没有医疗什么问题 就是说生糖指数 你如果吃这些糖 很开心 但是你会生10个单位的话 那你吃这个蜂蜜 只有0.25个单位 这是第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比较稳定 第二个就是说 这糖因为精炼 它就全部只有糖 那我这个里面还有氨基酸 它有很多 天然的成分 当然就是说它的理念 就是说 你不要去压制自己 如果说你喝这个 你心情会有很顺畅 那你就吃一点没关系 不要吃太多 所以就是说 如果想要吃一下很开心 那你不要去吃这糖 你吃蜂蜜 蜂蜜因为它是天然的 它没有去经过加温或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只有一种人不适合吃 就是婴儿 怕过敏 那其他成年人是没有问题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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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